张华县卫生局自主筛检 却遭城市中无情打脸 张县卫生局长叶燕博 事隔一天证实阵风处已介入处理 但张华县卫生局早在4月起 就针对住院肺炎病患 不明肺炎病患 及从海外返国都进行筛检 叶燕博强调张县做的是精准普筛 替自己的专业辩护 必须是个案 也是中央人过我们一起合作 这些个案都是大家一起注意的 张华县卫生局进行精准筛检 是因地质疑的正确的措施 而且弥补了中央的不足 我们应该鼓励地方加强防疫 而非利用莫须有的罪名加以打压 目前各地卫生局坦言并未针对入境者普筛 但张华县的超前部署 难道中央都不知情 我们就是在地方速度快一点 把这些事情赶快做好 那中央会给我们学术的指导 那拿防疫来做政治的攻防跟斗争 那个大可不必要 实际上去做防疫的措施 决定调查筛检 都是地方做 而且决定要不要筛检 也是地方做决定 因为只有地方的卫生机关 才接触得到人嘛 防疫走在最前线也成功拦截确诊新冠肺炎患者 张华县卫生局只因逆时钟没获得中央掌声 如今反被扣上逆时钟大帽 也难怪一届民间都难接受 就有请到这里 我是李沛轩小友台报导 谢谢